欢迎收看年代小确信 我是陈元纯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政府一再宣导正确防疫的观念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要有好的抵抗力 今天年代小确信特别气话 带你从日常生活做起 先来看的是 必须要有均衡的营养 这家炖汤专卖店 把餐厅打造成复古药房 卖的汤种类丰富 像是台湾味的黑蒜头鸡汤 清香不油腻 还有广东味的胡椒猪肚汤 满满胶质 汤头浓郁 它的汤超烫的 超好喝的 勾味鸡 它有面线 然后跟一个甜点 猪肚鸡 对 我觉得那个味道还蛮好的 用一碗汤温暖客人的心汗味 鲁白色带点金黄色泽的汤底 带有胡椒的温和香气 吸收了食材所有精华 喝一口 嘴唇留下 满满胶质的印记 受欢迎的胡椒猪肚中汤 鸡肉软嫩鲜味 猪肚软中带有嚼劲 我是广东人 所以我很喜欢喝汤 所以我很喜欢喝他们家的 这个猪肚这个汤 汤品最少都要四五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然后才能够制成 配合现代人的饮食方式 特别去装比较温补的方式去做调配 因为可能以前我们在喝的时候 都会觉得家里面可能药材放得比较重 或者是说家里面的口味都不太一样 炖汤不难 难再得耐心等待 用时间换取精华 火候和时间的比例 也得拿捏得刚刚好 台湾味的黑蒜头炖鸡 用特制的配方汤头 少了蒜头的呛辣 留下清香 鸡肉吸饱汤汁 吃起来软嫩多汁 满浓的 对 不是像外面那种汤汤水水的 会有很重的咸味 但是它的汤就很浓郁 不会好像很水的感觉 南洋风味的肉骨茶 喝起来有独特的滋味 搭配的是不油腻的排骨 一边啃骨 一边喝汤 双重享受 油葱酥都是我们自己现场制作的 那香气度跟新鲜度来讲 真的是会跟外面相不一样 怕光喝汤太单调 想要多变化 很多人会点排面线 挑选的手工面线 蒸起来带有Q度 拌上有葱酥很耍脆 再配上一盘高丽菜 就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餐 风味上面还是为主 那食谱方面还是为福 有的时候因为现在小家庭 没有办法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甚至准备的时候又浪费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推出这种中汤的方式 不只有功夫炖汤 连甜点都很费功夫 女生们最爱的雪哈人森炖雪耳 不甜腻喝冷的喝热的都行 芝麻香气浓到破表的芝麻糊 成了最佳的下午茶选择 就很复古 很特别 对 而且它有那种 就是皇上跟皇后的衣服可以结 很酷 一边喝汤 一边换装 让客人更多体验乐趣 搭配上打造成药房的复古装潢 在寒冷的冬天 创造热滚滚的商机 记者香港报通 台北报道